之前我们体验过大多数的汽车 无论是性能车还是国产新势力 基本都是以轿车为主 反而是国产的SUV车型还是真的没怎么开过 最近长城旗下的卫牌推出了全新阑珊 有小伙伴说这台车还真是有一点不一样 30万的售价就能同时间距冰箱踩电大沙发 8295的流畅车机甚至还带制驾功能 这还真的有点颠覆我们过去的想象 说的再多也没有实际把这台车开起来体验更加直观 本期我们就和这台全新阑珊一起出发 看看它的置驾与智慧体验如何 如果小伙伴也对国产传统势力的新鲜车型感兴趣 千万别忘了为我们长按一键三连 那就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作为一台整车车长超过5米15的SUV 外形看上去购87实际做到车内也是足够有料 首先中控屏幕这里就被分割成了左右各15.6英寸的2.5K LCD双联屏 方便主驾导航的时候副驾也可以看看视频 再加上副驾驶还支持零重力的座椅模式 停车的时候还能够舒舒服服的在车内躺一会儿 这个时候想要靠触摸去控制这块屏幕 可能就会比较繁琐了 这里还贴心的支持到了Coffee Air Touch 隔空手势识别功能 动动小手就能够轻松选择自己想看的内容 甚至这块副屏还能单独连接蓝牙耳机 播放视频的时候也不会影响到车内其他人 主副屏画面内容也能够来回移动随意选择 再加上车机芯片也适用到了主流最新款的高通8295 内部存储空间达到了24加上256GB的容量 整体的Coffee Air 3的流畅度算是一流水平 那无论是选择车内的各项设置还是摆弄车辆模型 都基本感受不到卡顿 那这些方面新款车型的确有其亮眼的地方 而在语音交互方面 即使支持单人的连续语音指令输入 请关闭前排遮阳帘将主驾驶座椅向前调整 打开主驾驶座椅通风打开车辆设置界面 好的你全部搞定 也支持全车最多6人多区语音交互 大部分常规的场景下都可以很好的满足我们的需求 此外在这两年流行的AI也被集成在了里面 想要让小卫同学帮我们画一幅AI生成图也是不成问题的 主驾这里除了拥有一块12.3英寸的仪表以外 正前方还有一块等效29英寸的SRHUD 最高可以实现480P的显示分辨率 最多可以分成三块区域同时显示 除了基础的档位与车速 还有详细的导航信息以及车辆感知信息 亮度方面只要不是太阳直射HUD的显示位置 基本都是可以看清显示内容 易用性和便携程度都非常不错 在中共下方除了两块可以隐藏起来的杯架以及充电接口外 还有一块最高支持50W的无线充电板 甚至在中央扶手箱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压缩机冰箱 能够从零下6度到50摄氏度随意设置温度 即使下电之后也可以支持最长保温24个小时 算是我们体验过的功能非常齐全的车载冰箱了 而为了满足一家人拥有大沙发的需求 这台车前两排的4个座椅全部支持加热通风以及按摩的功能 第二排的两个座椅也支持十项的电动调节 至于现在流行的二排电视一样不少 在两块天窗之间就是一块17.3英寸的3K娱乐屏 除了可以同步中控两块屏幕一起播放的视频以外 也一样支持隔空手势操作 甚至附驾与二排还可以依靠传感器实现语音加上手指指向 去控制遮阳帘以及车窗 在智能化方面 这台全新阑珊的确给到我们一些惊喜 而在车内音响方面 全车总计拥有23个独立单元 总功率最高可以达到2440W 这里我们也采用了一段相同的高品质音源 对比了一下其他车型上面的柏林之声 以及宝华伟健的实际听感 大家也可以直接戴上耳机实际来感受一下 第一次 재미认识 登录音源 1-3172-3133-133605 然而与你我别再轻轻说住我的手 再轻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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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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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看 古代的凝视 不口看 找不到 一朵相送的一花 就把主 也在庭上吧 而明日明日 既然这是混动新能源的 全新阑珊自驾版 在这方面的体验 我们肯定是不能少的 首先在硬件配置上 辅助驾驶的核心芯片 采用到一颗英伟达的Orient X 算力能够达到254Tops 全车四周还拥有 总计27颗传感器 包含三个毫米波雷达 车前后各有六组超声波雷达 周身11个环境感知摄像头 以及顶部还有一颗 128线的激光雷达 整体的配置确实是很高 所以这套Coffee Palette Ultra 自驾系统并不是 单纯依靠高精度的地图 或者是仅仅依靠 视觉方案所打造的 在我们实际的体验当中 正常的城市快速路 以及高速路段 整体的自驾体验 并不输于此前 我们体验的一众新势力车型 在识别到较远位置的慢车 也会主动选择便道 进行超车 而在车道内行驶的时候 也会时刻注意四周 几乎所有方向的车辆 是否有靠近 或者是有便道的可能性 从而在自己的车道内 进行一定程度的避让 甚至在一些路面划线不清 甚至存在临时施工的路段 无论是否存在堵车的情况下 都不会直接粗暴的推出NOA 而是会继续依靠激光雷达 以及视觉的感知模块 循迹通过 这个表现的确是 比较让我们感到意外 当然整体体验下来 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在面对一些扎道 进出主路比较狭窄的路口时 如果车速过快 车辆可能 还是没有办法做到 及时便道 可能还会发生危险 此时还是要提前降速 或者是手动便道才可以 而目前太原城市内的 普通道路 还未支持NOA的全面开放 但我们也已经能够体验到 ICC红绿灯识别 并自动起停的功能 可以说 这套自驾系统的整体潜力 还是非常大的 哪怕小伙伴们生活在 普通的二三线城市 只要有快速环路路段 那么这辆车的 自驾系统 目前已经可以替你省省心了 当然小伙伴们 在驾驶过程当中 也要切记 我们目前 是仅仅处在辅助驾驶阶段 驾驶过程中 还是需要我们自己 手握方向盘 时刻准备 接管车辆的控制权 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才行 而在驳车方面 最基础的自动驳车 它也可以轻松做好 此外还有其他的智慧功能 比如说这个倒车循迹 当你把车开到一个死胡通力时 它可以凭借之前的行驶路径 以及感知避让周围的障碍 退回到更好驾驶的路口 也支持记忆驳驳车功能 让车辆牢牢记住你的常用车位 下一次帮你自动驳车 但是这个功能 实际体验下来 还是在停车场同楼层 并且是车流量较小 路况不复杂的时候 使用比较好 最后也能实现手机控车 只要在手机蓝牙范围内 就可以实现简单的无人前进 或者是后退 面对狭小的车位时 也能更加从容 在四周比较空旷的车位附近 也是可以采用遥控泊车 可以提前下车 让车辆自己停好 虽然我们测试的几次 的确是成功了 但小伙伴们 要是真的体验这些功能的时候 还是要留意周围车辆的情况 避免发生意外比较好 说到整体的动力系统 这台全新阑珊还是比较复杂的 采用了HIFO性能版的 插电混动系统 总的来说就是既可纯电 又能发动机增程 还可以发动机直驱 甚至还可以电机发动机 并连输出动力 再加上79升的大油箱 以及最大52.3千瓦时的电池容量 让满油满电的WLTC表显综合续航里程 达到了1343公里 非常夸张 而这次我们也是按照惯例 在平均气温15摄氏度的环境下 分别在太原市内 43.4公里的城市环路 以及87公里的绕城高速 以80公里每小时和120公里每小时的 定速巡航车速 测试了20%左右 低电量混动模式下的综合油耗 以及满电纯电EV模式下的综合电耗 最终测算下来 20%低电量混动模式 80公里每小时巡航的平均油耗 在5.8升每百公里 而120公里每小时的巡航油耗 则为8.9升每百公里 那纯电EV模式下 两种巡航速度下 电耗分别是18.6千瓦时每百公里 以及28.3千瓦时每百公里 日常使用场景下 在温暖季节里面 纯电续航里程 基本也能够接近200公里了 满足正常的室内通勤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是要出远门的话 慢一点开 那一箱油跑到1000公里左右 都是可以的 还是非常猛的 由于是插电混动车型 采用了400伏的平台 最大充电功率 也就基本是可以达到 60千瓦时每小时 基本上可以满足 一小时内快充充满电的要求 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聊一聊 整体车辆的内部空间体验 作为大尺寸ICOV车型 在车辆内部空间这方面 对比我们之前 大多数体验过的轿车来说 明显是要宽敞不少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无论第一排还是第二排 都可以轻松的伸伸腿来扭扭腰 那哪怕是我们传统观念当中 不太可能去用到的第三排空间 坐紧去两名成年男性 也不成问题 而如果我们不需要 第三排的乘坐空间 放到座椅之后 可以获得一个超大的 1040伸的后备箱空间 足够带着一家人的行李 去天南海北了 而且这个后尾箱门 是支持车辆解锁状态下的 脚踢感应 如果我们真的是 双手抱满了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功能比较实用 体验完这台卫排的全新阑珊 总算是有一点颠覆 我们对传统国产汽车品牌的认知 以前会总觉得 他们执着于造车 对于动力系统 底盘结构更加的了解 但今天这台阑珊 自驾版Ultra的智慧功能 以及整体的自驾体验 也称得上是赶上了潮流 那一些方面的体验 也是完全不属于新势力车企的 当然在这辆车身上 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 传统车企固有的影子 或者说是对安全的执着 就比如说副驾驶的 这个零重力座椅 明明已经为了 躺倒系安全带的便利 而将安全带的位置 从传统的壁柱 换成了座椅的侧边 但还是不允许在行驶过程中 开启零重力座椅的模式 再或者是主驾驶不系安全带 或者是车门未完全关闭的情况下 也是完全不允许车辆来移动的 当然安全无小事 这也是一家负责任的车企 该有的执念 而这回我们也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在国内汽车市场 SOA的销量总是居高不下 因为它所拥有的全面 除了可以理解为 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 中庸之道 不偏不倚 折中调和 尽可能满足了一家人所有的需求 当然也可以给我们 在城市里面生活太久太闷的人 一个随时随刻带着自己最亲爱人 踏上肆意旅程的梦 一台车呢 不仅仅可以成为移动的家 也能够承载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好了 小伙伴们 我们今天这台未排全新阑珊的 自驾体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这台车 跟你的生活工作有相契合的点的话 不妨呢 来线下4S店体验一下 如果觉得我们本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请为我们长按一键三连 也可以抽一抽上方的关注订阅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 再见